为止 承秀为了大圣 自是百折不悔 殿下万幸 这剑多亏了这枚护心镜 救了殿下一命 行了 下去吧 去看看齐了兄弟 是 殿下明映要出征 这是皇后 让我给您的护心镜 请您务必收下 祝殿下齐开得胜 早日班师回城 是喜报 我们大胜军打了胜仗 不但拿下了大梁两座重大官案 还拿下了洪广志 灵奇在内的数员大将 太好了 明映 这几日 你陪我去祈福殿 拜些岳师娘娘的保佑吧 嗯 此次锦州大劫 燕王名威寿命 见此旷世齐功 忠勇可嘉 这次的胜利 完全归功于陛下的深谋远虑 事先拟定好作战方略 臣只是奉命行事 万万不敢占天宫为己有 鞠躬而自迁 更是美德 燕王 朕 赋了你的风路 另有嘉奖 起来吧 朕的好兄弟 臣 谢陛下 三军 均有犒赏 朕 有如此多的忠臣良将 何愁我大胜 不能统一中原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琪姐姐说呀 要跟祭司聊上一会儿 那我们就坐在这儿等她吧 燕王殿下 敏玥 刚刚你说给贵妃天灯的事 我再去找她们说清楚先 你回来了 让你受苦了 比起你在战场上出生若死 我这点苦 不值得一听 回朝后 才得知你 那时性命危机 我只怪我自己 全然不知 这生死 就在一瞬间 你可知我多担心 我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 茗玥 这次又多亏了你 我只是没有想到 陛下这次 会亲自率军 以身犯险来救我 如今 她的身体 也大不如从前了 她只不过 是想有始有终罢了 于大晟 于君 于民 她的确是一个好皇帝 不是吗 其实 这些年 我一直静着她 防着她 对她也越发了解 她的每一个取动 每一句话 我未尝不知 她背后的算计与心思 可是她救我是事实 她将大晟的江山 安稳地托付给我 那我 便把这个江山 再做得更晚一些 这是你我 正要相隔咫尺 你我在此 各自安好 便是父亲 来 来 来 把箭子还给我 还给我 父王 启荣他抢我的箭子 启元 你要让着弟弟 知道了母妃 哥哥 那我要领姑姑给你做的 那个五色羽毛的箭子 你呀 打折随棍上 好了 你们也别只顾着玩了 过段时间 就要上书房了 不着急 等过了夏天 秋高气爽 那才是读书的好时候 母妃就是我师父啊 你母妃都教你什么了 母妃教我四书五经 还有背诗呢 是吗 那父皇考考你 眼下是春天 你就背一首春天的诗 给父皇听听 是 父皇 春水春池满 春时春草生 春人饮春酒 春鸟弄春色 父皇 儿子背得对不对啊 好 非常的好 陛下 这六殿下背得好 陛下不赏他点什么吗 嗯 该赏 这么着 父皇就赏你一副 短脚弓吧 那可是父皇小时候 第一回打猎时候用的 还射中过一头针子呢 不行 这赏得太重了 那可是先皇赐的 没什么 妹妹就让启元收下吧 陛下也是一番勉励之意 毕竟这武功骑射 才是老祖宗的根本 像我们启荣 从小就体气壮 这跟着启汉学骑射 连启汉都夸他呢 是啊 大哥说我兵力不差 我射箭就过三回活 真的呀 那启元呢 大哥说 虽然启元他的力气不如我 可是巧劲儿用的 比我强多了 他都中我十回活了 启荣 过来 启荣啊 因为你比六哥哥 还小一岁嘛 等你以后长大了 一定会像叔叔 哥哥们一样 做一名大圣勇将 好不好 老嬷嬷们都说了 说启荣的脾气性格 跟陛下小时候 那是一模一样呢 是啊 我们家启荣 最像陛下了 大哥来了 大哥来了 起来啦 大哥 大哥 又殿下 大哥 起荣 今来有没有听话 嗯 怎么了 摔哪儿了 我看看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轻易落泪呢 下次跌倒 自己爬起来 起荣 我们走 陛下 来 朕不想喝啊 这药都已经喝了三月有余了 怎么还是不见好转呢 他一说了 费病难出根 朕的身子 朕自己知道 一时半会儿没那么快好 定时 这季节变更之时 热造工信 我让羽膳房 多备些燕窝 石壶 这些润造的药膳 过了这阵子 就会好起来了 来 坐下 坐下来 陪朕说说话 便是最好的良药 朕也想快点好起来 朕还想着 能亲自到战场上去督战呢 朕想亲眼看到 我大胜的铁蹄 征服大梁 陛下 陛下 只要留神保养 擅自真摄 御驾亲征破关 定是指日可待 只不过 殷琪 你我之间 想说什么 直说便是 陛下 如今正是春秋鼎盛 倒也不急着立太子 不过 这皇子们暗中争斗久了 难免会产生心结的 今天的情况 您也看见了 总能体会得出 贫妃们 是为了什么 在暗中较劲吧 陛下心里 对立储一事 可有什么打算 其实论长 该是启翰 可若是 论嫔妃的地位来讲 该是七皇子 启荣 可启元这孩子 也生得聪明可爱的 所以陛下便犹豫了 是吗 倘若 朕早早归天 陛下 这是不可能的 朕说的是倘若 倘若 朕走得不是时候 那两个小的 确实是太小了 如何能担得起我大胜的重担 过来掌军 小启翰 年纪倒是合适 军功也还足够 朕除了担心 他出身低 还担心 担心什么 这几年承煦 势力大仗 连朕 也难以压制住他 启翰和承煦 就一直是明争暗斗 心有戒定 他们二人虽年龄相仿 可毕竟还是插着背根的 这明里暗里的 启翰难免会吃亏 今日 朕即便是把皇位传给了他 论才干 论心计 启翰 都不是承煦的对手 所以之前 朕御师 就故意 抬去承煦 压制启翰 朕这么做 就是为了能保全住他 原来 陛下是这么深谋远劣 用心良苦 朕要好好想想该怎么立 才能保住我大盛 江山永固 国座绵长 陛下 没事吧 哥 暖汤 陛下 没事吧 皇后 陛下 陛下 哥快 快去找御医 是 陛下 陛下 他到底怎么样了 快如实说 恕你无罪 禁皇后 陛下 陛下 迈动 痴儿无力 心阳不振 实乃 禀邪深重 缘起衰竭 乃是 大县 将至之下 万般事宜 等早做决定啊 皇后 重祝 郑绝 你来了 三嫂 陛下状态刚好一些 就说挤着要见你 快过去吧 在想什么呢 还记得吗 你幼时 我营救你终简受伤 你当时以为我要死了 吓得全神强硬 满脸沙呗 你当时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好等我醒来 你才会哭出声来 说的第一句话是 三哥 我要你长命百岁 陛下 最爱提起旧事 可一旦讲起旧事 必又开始酸尽人心 你现在 都不肯叫我三哥了 因为我早已看透 亲情 恩义 只不过是你惯用牵制人的工具而已 我看中你 并非不是真心 是吗 可当你诬陷我 利用我 蒙骗我 次次提防我 你不开心的时候 就像置我于死地 陛下的真心 可真是高高在上 对人的情谊 都是施舍 这些年 我在战场上 守敬克敌 九死一生 为陛下 收西齐 退梁军 平内乱 保民安 助陛下实施新政 平衡朝中势力 自问对陛下的恩情 也偿还得干净 今天 今日 我就要和陛下好好算算 你亏欠我的到底有多少 毕竟 陛下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如果我再不讨厌 恐怕就来不及了 蒙蒙 那你说吧 朕亏欠你什么了 萧承睿 你莫要顾作用而言他 我母妃的死 你母妃的死 其实 我终究 还是回来迟了 父王也果然犯了糊涂 他临终留下一言 将王位传给你 当时 只有你母妃在场 没有旁证 没有诏书 你母妃自知 不利帮你做上王位 就与我密谈 说要把王位让给我 所以 你当时求得三大亲王的支持 由你登上王位 可为什么 我母妃并无奢求 我对你 比对其他兄弟不同 你信也好 我信也罢你 我不后悔当初保下你 也不后悔 当初的所作所为 父王老了 糊涂了 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而我纠正了待 你到现在了 还把这一切说得这么理所当然吗 难道不是吗 大晟现在如何 你觉得我做这个皇帝又如何 如果当初 换你做我 又当如何 为上为君 你根本就不合适 你根本就不合适 我合不合适 不是由你说了算 但我把大晟的江山拿回来 往后 自以论断 是吗 那你现在就可以动手 你不合适 杀了我 你便能取而代之 你确实不适合做皇上 你不忍心 不忍心对一个 手无腹肌之类的人下手 而且这个人的承歌 正是来自于 当年为救你的那一剑 你不能做到 该狠心时下狠心 你便成为不了王者 九弟 你是大晟的英雄 可作为帝王 不仅仅是需要 英雄而已 你看 你� 알아 他 是 两个人 你们只有 吧 八蛋 那是 � 酒 你 你 确叩 爱妃 专心 陛下何必着急 何不等身体大好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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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过来 该交代的 都需交代了 老奴遵旨 请 陛下 德安 在 朕 要传你一道秘旨 以你为首 龙凤虎三营 当尊朕义 不肯违抗 臣 集龙凤虎三营 誓死效忠 绝不敢违背 陛下之意 进前来 公王 公王 你父皇身体不好 没办法来见你 启元 他对你好也罢 坏也罢 都要过去 这天 恐怕是要变 但是娘亲 会好好护着你 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朕 应天转命 卧图寿物 仅坐违心十年已留 今 海内和亲 临有所安 是赖天地宗社之莫佑 然 山河之策未尽 江土之徒未全 是乃 朕之遗憾 雄星人在 厉难从兴 唯将江山托付 岁拙 拙六皇子广陵王萧启元继位 已成大统 布告天下 闲始问之 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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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显得八年 大晟开国皇帝萧承睿 崩世 茗玉 琪姐姐还好吗 凤义殿一直大门紧闭 谁也不宣 谁也不见 不过正如你所料 皇后秘密召见了李相和郑王殿下二人 陛下驾崩 琪姐姐密而不宣 恐怕 朝中出了什么乱子 做皇帝也挺可怜的 太医离世 各种事情接踵而来 也顾不上为太伤心了 哪怕是最后举国哀悼 真正替太伤心流泪的 又有几个呢 人死如灯灭 万念已成灰 陛下 也跟普通人一样 比普通人 多得到了一些而已 但是失去的 也是更多 也不知道陛下的遗诏 最后立了谁 反正跟我们没关系 那你呢 茗玉 你会如何 芭城是封个太妃 在这宫里 孤独中老罢了 和一切也没什么两样 若是可以 我还真想带着祁缘 回雍临去 那儿多好 多自在 贤妃 皇后请您速往奉仪殿 有要事与您相谈 怎么会这样 陛下怎么会这么做 祁缘她年纪还这么小 茗玉 她还是个孩子 怎么有能力继承大统呢 她生前 从来都没有好好疼爱过祁缘 这临终 却把祁缘推向皇位 让祁缘来做挡箭牌 她这安得什么心啊 这不一目了然吗 分明是来算计我们母子 让我们来牵制承煦 茗玉 陛下这么做 也是为了大晟的江山啊 眼下的情形 你也看得明白 无论是谁登上皇位 承煦她都不会臣服的 她已经隐忍了这么多年 怕是不会再放过这个机会 只有让祁缘登上皇位 并由你来出面劝她 才有可能让她放弃争落皇位之心 支持新帝登基啊 她生前 满我和承煦的过往 弃我们母子不管不顾 这人都不在了 她还不放过承煦 若我非不同意 祁缘继位有你 茗玉 你 这天下安慰 一半是承煦的功能 你也知道 这皇位 本身就是承煦的 现如今 无论是血痛也好 还是能力也罢 这皇位 非承煦莫属啊 你可别糊涂了 承煦争夺皇位 名不正言不顺 大皇子启翰 也必定不会相让 到时朝中分立 两方势力一旦乱战起来 我大圣 岂不又要陷入 岌岌可危之中 所以 这一次 朕要赢你一局了 所以她就拿我的儿子 来算计承煦 明月 启元必须登基 否则 只有死路已成 岐姐姐 你这话什么意思 陛下 陛下 在立下一诏之前 已下了一道秘纸 给了凤护三营 若启元 若启元 未能顺利登基 便不得存活于世 龙凤虎三营 当尊振义 对启元格杀 无论她躲在哪儿 藏身何处 龙凤虎三营 一直听命于陛下 就算她死了 也绝不会违背她的旨意的 那真是非逼着我 推启元登上皇位 逼着我为了启元的性命 和承煦争跟你死我活 茗玉 我知你心里难受 陛下这么做 的确是对你太残忍了 可她这么做 也都是为了大声着想 她是信你 是吗 可真是太久了 不管怎样 密之一下 如今 一时覆水难受了 答应 记得不需要 我们难受的 不需要 认识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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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些人 不需要 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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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玥 林玥 齐悦不知道被李嬷嬷带去哪儿了 只留下了 只留下了这张纸条 我和林玥已经四处去找了 可是在哪儿也找不到 对不起 对不起 林玥 林玥 齐悦 被李嬷嬷 带去燕王府了 你怎么知道的 承煦和陛下 案例斗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没几根眼线呢 茗玥 那燕王殿下他 他一定是知道了依仗的内容 所以才把齐悦带走 他想要夺走皇位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不会让他这么做的 我现在就去找七姐姐 我去见承煦 丽玥 齐悦 来九皇叔这儿 去吧 真乖 九皇叔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啊 你不是说 一直想跟九皇叔施皇叔 学卧工打猎吗 嗯 所以啊 九皇叔就让李嬷嬷带你出宫 今天啊 教你打兔子好不好 真的吗 太棒了 我要打兔子了 九皇叔快带我去 但是啊 我和你母妃打了一个赌 事成之前 我们先瞒着她 到时候啊 给她一个惊喜 嗯 九皇叔现在有点事情要去忙 先让十皇叔带着你去 好不好 好吧 来 请 承煦 你找几个可信的人 多陪她玩几天 好 走 十皇叔带你玩 走喽 殿下 贤妃来了 要见你 你让她去书房等我 是 承煦 你把启元藏哪儿去了 好 你放心 启元现在很安全 你知道 我是不可能会伤害她的 你心里也明白 她就想把启元推上皇位 想让你在启元身旁 好让我放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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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